好 要身體健康就要吃的營養 問題是很多的化學怪獸 我們都不知道 然後呢 我們日以繼夜的 每天在那邊吃 把這些東西 這些化學物品 都吃到我們的肚子裡面了 真的很可怕 剛剛講到飯糰 口香糖 罐裝咖啡 呂伯邦的豆漿 都大有問題 另外是手搖杯的奶茶 裡面其實很多的化學調味粉 顏料你有常吃嗎 這也是我的最愛 你的最愛 上面綁上的都是你最愛 全部都是我喜歡的 再調一個讓你吃吃看 第一個原料 這個粉粒的珍珠 所以原料本身就有問題 第一個 你知道它加多少 添加劑 澀式 黃乳劑 不知道 第一個這個原料就有問題 那我把它加一點 這個鮮天就有問題 先把鮮天有問題的原料 就把它加進去 看你一杯的價位多少 可是那個Q彈好好吃喔 可以加的量有不一樣 然後再加這是茶精 茶精 也是化學合成的 它也不是真正的茶 不是 不是 它的味道就是真正的茶的味道 對 再加進去 兩種喔 再來 因為你要讓它有一點甘甜的味道 你要加一點胺基酸 大家知道胃精 胃素就是胺基酸 不胺基酸嘛 這是…這是胺基酸嘛 加一點點讓你覺得 哇 怎麼那麼甘甜 然後可以再… 要的話可以再加一點點澱粉 為什麼還要再加澱粉啊 再加一點 讓它看起來 比較混濕 粗粗粗 較有力這樣嘛 因為奶茶要比較粗粗粗的 對 然後要更增加 連儲性加一點西力孔 可是 西力孔有食品級的 天啊 可是聽起來是很可怕 西力孔都覺得是 那冰冰層是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再加一個所謂奶精 對不對 這個奶精其實是什麼 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 然後你要多少糖 你要多甜都可以整個加進去 喔 高糖 明耀你敢吃嗎 你看到這樣條敢吃嗎 這樣看很可怕啊 對啊 但是外面賣的 我們真的常常喝到這樣的奶茶嗎 有時候一天還喝三四杯耶 是喔 你看這一些這麼多的添加劑 從真奶的所謂原料開始就有問題 一直到加這些東西 全部都喝到 所以喝了一杯珍珠奶茶 等於吃了一大堆的化學原料 進去肚子裡 而且不談熱量 它的熱量又是超標的 不談熱量 其實之前那個奶酒 還沒出問題的時候 我的孩子啊 我小女兒他們 我們去吃飯的話 餐後都有飲料 那附的飲料紅茶嗎 會附紅茶 會附奶茶 那他就會附了一個奶酒 來 我小女兒 我兒子就會跟那個服務生講 那時候他很小 那時候其實也還沒有做這個行業 他就會跟那個服務生講說 你給我新鮮的牛奶 我不要奶酒 其實孩子你給他正確的觀念 他自己都會 從小就知道這些觀念 對 他都會有這樣 可是有些業者哪會給你真正的牛奶 那就不要 我就會跟他講說 那他沒有牛奶你就不要喝了 那我們再去買別的來喝 那就不加嘛 不加就好 孩子對於紅茶 小孩子可能要加一點牛奶 會比較好喝 對 所以說 從小就給他一個正確的觀念 他們會慢慢會選擇 對 從小給他一些正確的觀念 讓他一輩子受用 對 好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 非得到超商啊 去解決我們的一餐的話 那到底要怎麼樣避開這些毒食品 其實我們講說超商也好 在外面吃也好 你看喔 其實日式的做法 是我第一個比較會首選的 就是日式做法 它比較沒有什麼添加物 添加物少一點 當然你就是說 當然炸的東西要少吃 它裡面有電煮的啦 這些清燙的啦 是比較我比較選的 然後你麵包咧 麵包你覺得買單純一點的 不要有這麼多添加物 上面有火腿培根 什麼沙拉醬 什麼玉米 起司 可是那個比較好吃耶 對 我都買那個 真的 紅豆麵包嗎 對 紅豆麵包 買紅豆麵包 或者是買一個那個 所謂的奶油麵包 當然奶油香太香的也不能吃 然後還有就是便當 你的便當的菜一定要比肉多 通常我們現在的肉都一大片 然後菜三樣少少的 那你可以跟老闆我跟你換 可是現在要是菜貴的時候 老闆會跟你講 菜太貴了 對 又趕出去了 現在肉貴 現在肉貴 你跟他講我菜多一點 他就會便宜一點 因為很多人的話他就會嫌出 肉那麼一小塊對不對 對 但是其實菜要比肉多啦 對 應該要這樣子才夠的 然後還有我們吃的肉燥 肉燥的話其實都滷完 你看你要多少的醬油 多少肉才能夠滷出 那麼多的肉燥 其實剛剛講的 除了那個咖啡有香精之外 還有肉精 肉燥有肉精 所以肉燥還有肉精 所以這個也是這樣 然後滷味從附加熱 這些東西也少吃一點 然後還有熱炒的時候 我們常常去外面吃熱炒的話 上完班下去吃熱炒 那些新鮮程度也要多注意 好